有些什麼人會特別相信一見鍾情呢? 有些什麼人會不會相信一見鍾情呢? 有些什麼什麼都可以問一個人的 她就是我們的塔羅專家Lily Hello Hello 除了介紹Lily之外 今天有這麼多朋友在這裡 我們應該要互相介紹一下 包括我前面就有鄭家文和Carmen Hello 是K with a K C with a K K with a K 然後還有Jo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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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後面有Angel Nicole和Angie在這裡 我們已經說了一見鍾情 有些什麼人 對,有些什麼人 特別容易,例如說星座 首先說了她最厲害的就是 白羊座有沒有自己重實焦朗 對,嚇到男朋友就會嚇到 因為他們白羊座是火象的星座 真的那一刻熱情如火 一聲噴出來 突然看到那個人,很可愛 一眼而已,她就已經可以喜歡上別人了 金牛座 我就是金牛座 這是實際一點 所以其實一見鍾情的情況比較少 接著就是雙子座 雙子座怎樣令到她會一見鍾情於你呢 就是你要很聰明 因為如果你很有動腦筋 很思考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吸引到雙子座的人 對你一見鍾情 還有雙子座 還有巨蟹座 巨蟹座是怎樣的呢 她很需要安全感 沒有在一隻蟹座裡面 所以你給她的感覺很穩重 可以有安全感給她的話 無論男人還是女人 很容易會對你有一種一見鍾情的感覺 接著到獅子座 應該是二級吧 這麼多魅力 你也是火象星座 所以算是有點容易的 但是對你來說 如何吸引到你一見鍾情 就是充滿著貴氣 即是很高貴的那個貴 即是你太勇俗 即是正所謂的那些 就很難令到獅子座 對你 很難 接著到處女座 處女座就是 是你了 你一個摸摸下巴 就是我 對 為何令到處女座的人 一見鍾情 就一定要很整潔 很有禮貌 很乾乾淨淨 這個的確比較容易得到 她一見鍾情的感覺 很印象 接著到天秤座 天秤座的人 想不到她們很外向 很外交 但原來吸引到她一見鍾情的人 是一些很內向的人 很有趣 當然也要漂亮 因為天秤座很著重漂亮 但原來她內向性格 會吸引到她 走過來 可能要你說話 其實一眼見 你不說話 這麼有趣 走過來 即是一見鍾情 接著到天蠍座 天蠍座 真的很簡單 一定有性感和神秘 這些很容易令到天蠍座 就會一見鍾情 然後還有人馬座 人馬座是怎樣 人馬座是很野性 很有生命力的 那些就令到她覺得 很想重複她 或者令到她那種感覺 一見鍾情打入她的腦海 這麼有生命力的 男生或女生 接著到山羊座 其實一見鍾情 對於山羊座的人 反而是最少的 對 因為她其實很穩重 因為她是土象星座 水瓶座 水瓶座又怎樣呢 怎樣令到你一見鍾情 她真的要很語別不同 很領略 很獨特 但其他人都不可能 可能就已經 糟了 我經常想起她 很奇怪 一個男生 難道會弄到我的臉 怪人 很領略 可能會令你第一個印象很深刻 接著到雙魚座 雙魚座其實挺容易 令她一見鍾情 因為基本上 每個人都可以一見鍾情 大家對星座有一點了解 我覺得大家可以 把她們的問題拿出來 對,感情問題 對,是時候可以… 放在桌面上嗎 我們叫Master Joe去問問 好… 問問我們,不是問你 好… 是說放寒 下次見戀愛我 是否又是一見鍾情 是飢饋 就是… 倒了垃圾水到別人那裡 穿牌那裡 為什麼呢 其實她未來不會 其實是有機會的 但是可能在態度方面 要小心一點 你們倆互相之間 可能本來的感覺是好 但為什麼呢 好像很囂張 即是說有骨 抖著你抖著你 這種情況 我怕很難可以開始到 那…應該怎樣做 是否應該改善這件事 其實如果看這張牌 的確是 她說叫你到時不要這麼裝傻 還有你留意一下 哪些女生走過來抖著你 有骨的說話 可能她已經… 心心地愛上了我 對… 很容易的 對…我有幾個 原來… 我一格先… 一格先… 好… 你想問什麼呢 我想問問我的 真冥青之會有什麼時候出現 親密… 很厲害… 你已經穿了嗎 也挺大… 很會戴牌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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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親密這隻牌 都很大機會出現在身邊 你知道嗎 你留意一下 她會和你有一種 好像親人的感覺一樣 而且她也挺喜歡 未必和你很多甜言蜜語 說廢話 反而她很喜歡和你牽著手 貼著你 大家一起看電視 或者逛逛街 就是一種 給你很親密 很家人的感覺 給你溫暖 那其實也很大機會 可以是你終身伴侶 反而給你很多錢 或者送很多禮物給你 或者很瘋狂追求你 也未必是 就是給你一種很體貼 很溫暖的 那就是終身伴侶 已經出現了 已經有多大機會 留意口 這一刻我告訴你 就是我經常遇到很多好人 那些好人 有時候會往往令我 去到一個兩難的局面 因為我不知道我喜歡她 是因為她是好人而喜歡 或是因為真的自己喜歡 那我應該是跟隨著 甚麼思維去選擇自己的另一半 這個問題很好 很有智慧 這個問題 深水 深水 你看 躺開 躺開 是 對 躺開就像Siri 對 因為其實很簡單 要看一隻牌子看到 是你本身的性格 你真的不會特定去選 這個人是我愛人 這個人是怎樣 很多規矩的規則和原則 限制著每個人的角色 其實你補這個是很好的 因為有些人跟你一起很舒服 沒有甚麼角色 即我和你聊天 我也不會記得自己是男生還是女生 或者怎樣 大家開心合結就好了 只不過很簡單 我們也知道 誰可以一起睡覺 那你只要在這個解釋 媽媽和爸爸 對 對 對 你只要是媽媽和爸爸就可以了 其他人 其實幾多個都好 你會既欣賞 又喜歡跟他們相處 聊天都沒問題 我問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問過 我問 真命天子什麼時候會出現 或者出現了尾 其實是否等於終身分 我告訴你其實你有問過 可能是一次 對 是 你又是忘記了 是甚麼我真的有問過 你這個真的重新包裝了 我的本周年為雲 知真命天子版 對了 又有這個問題 OK 我記得是你問過 不要理會自己去問 不要緊 難得你覺得自己沒問題 但是新鮮感在這裡 加油 你這樣出 喂 喂 是否剛才出過的 剛才是 有人抽過 冒險 冒險 因為你問這個問題出現了沒有 果然本周不同了 對 真的有點不同 有點不同 這個不是說真的 一定會是你的終身伴侶 因為看到那幅圖 你先想過去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有人等你 他正在排隊 想成為你的終身伴侶 但你想過去呢 但看一隻牌照 如果你要過去的時候 某程度上 你覺得很開心很刺激 但好像整個人 要去拼一招 那樣 原來也挺高的 對 有些倒著 即是甚麼 即是出現了嗎 出現了 他正在等你 但你仍然有選擇權 即不是那些熱力很重 走不掉 你還可以用意志力去選擇 放棄都可以 但他就已經等你 即是別人已經選了他 對 對方已經想娶你做好婆 正在等你 即是看你了 那你會否給人家機會 看你了 即是屬於我的真凌天子 這個是的 他是可以 他絕對有這樣的條件 還有這樣的誠意 還有這樣的緣分 誰呢 不過他未去到有些命 有些人會吃著誰 控制著誰 你不能離開 他又未去到這樣 你仍然可以自己選擇 我這樣知道 他可能有很多個真凌天子 給他選擇 那你的意思是 我們不是要做幾次人情的 對嗎 對 不是 很帥 很帥 你很帥 你很帥 不是,你很帥 不是,你很帥 如果是我,就多儲點 不關心 不關心 好了 我想我們潭羅的事情 都問得七八八八 不過真的可以跟人家聊天 我也想知道 他經常跟人家聊天 你自己信不信得很忠情 信的 很容易 不過三分鐘就不再終於 八陽座 我不是愛金謀座 但是我九大行星裏面 有一顆木星 即是吉星,吉星高照的木星 就是在我的八陽座 我甚麼都好 其實會有那股衝勁 但是,你為了要保持著 我未必可以 其實都要看回 譬如我自己很多人客 很多個案 其實一見鍾情 有時候好像天時地利的緣分 某些時候 我們大家幾年前曾經去 不斷去想 如果情人就好 大約是這樣 其實三至五年後 某程度上 如果你沒有轉到 很清楚之子 想要的是甚麼人 是真的會遇到他 然後你倆相遇的時候 的情境 是大家一見鍾情 是雙方的 真的 那我要開始去奪養 開始奪養 開始奪養 想得來也差不多結婚了 對 如果你身邊的對象 你覺得不行的話 你可以真的去這樣想 事實是三至五年左右 這種念力是真的會拖到一個 大家互相欣賞的人 懂得互相欣賞的人 他們通常第一次見面 就會是一見鍾情 那一關寫下 寫下 寫下 然後慢慢跟著去念 但有些人一時一樣 每次都不同 當然沒有那個成效 所以都要一定程度的了解自己 或者一些經歷 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 試過感情的路 開始知道自己 甚麼適合自己 那個念力反而更加清楚 但當然我們太過悲觀 決定放棄的話 就很難遇到一個 一見鍾情又對的對象 我想問你們自己 有沒有一些 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 應該一定有的 但我開始不太相信 因為暫時我不喜歡 我不是很喜歡一見鍾情 因為我自己覺得 真的很外表 我需要拍拖 或者要一個很了解 不是我要了解他究竟是一個甚麼人 我不可以立刻一見鍾情 我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我不了解他 就很快會 即是不合 可能有些事情 所以我需要相處 所以我不是很相信 以前小時候一定試過 對 覺得小時候會 越大了 對 開始知道自己要些甚麼 對 不想亂拍拖 所以現在不會 我想小時候會好些 讀書的時候 因為這些事情沒有那麼計算 對 而且大家都不會有那麼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一定是 我小時候也試過 即是讀書的時候 真的一進博室 事後拍拖才知道 大家有那一刻的一見鍾情 因為最初是以為 我自己一見鍾情他 但事後當拍拖的時候 你才發覺 原來當初大家是夾個故事 他也是一見鍾情我 小時候是有效的 但我想大了 都很少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大了 大家都開始發覺 你這一見鍾情 都不知道是否有另外的目的 或者外表 覺得你英俊 因為大了 你發覺大了 一見鍾情 應該是容易了 因為大家都大了 懂得打扮 所以一定沒有 小時候那些一見鍾情 那麼真 那麼直接的感覺 但如果以我的個案 也挺有趣的 就是像你所說 一個年輕的時候 可能十多歲 剛才二十多歲 那些時候很容易一見鍾情 那些時候 說真的還是簡單 單純 大家還很有空間 沒有那麼多主觀的 個人的思想 大家的意識 大家的空間 純粹是基於一個感覺 那麼空間發展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可能六七十歲 那些都會 可能大家沒有了 對呀 在聚會的時候 大家要對方 就有一個好感 他們也很容易 由於一見鍾情 而變成發展 還有可能會因為年紀大了 反而他這麼大的時候 因為像小孩子 對 還有很多事情都不在乎 對 沒有以前的婦女 負擔 有很多思想 那些叫Berry 遺憾 即是局限了自己 所以愛這件事 反而在這兩個階段 比較純度高 你說如果在我們 已經年紀大 或者中間這段時間 個人意識力太強 可能有些雜質 是另一種挑戰 和成熟的學習 嗯 今天這裡也談得到 謝謝你 謝謝 謝謝